林彥峰球季了 投了46局 只被打了一支的全力 場面剛剛看到林彥峰也在做熱身了 隨時會來接替 這個球出手 在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出去了 洪正銘插架 火星架 這一球直接把小白球衡出了全力打牆 才說生涯的對決 打擊率不高 但是有全力打 再來一支 兩分打點 球讓紅不讓門 接個人第九轟 洪正銘 這一棒又幫助球隊取得三分的領先了 兩分的打點變成7比4 現在雙方三分差距 關鍵的打擊 這個球一好三壞 直球對決 在空中偏外角的一個位置 反向攻擊的一個全力打 馬上把上個半局掉了三分 已經搶回了三分之二 這樣的話領先4分到領先1分的一個情況下 馬上補這支兩分炮 變成還是領先3分 兩邊投手就是換投的時機了 結果投手都是有掉分的情況 我們看直球 外角球高的位置 外角又不夠外角 所以說這個球恰恰是打得非常的精采 標準的恰式打法 打右邊反方向的全力打 本機個人第九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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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正偉連續兩個球都出棒 目前球數是絕對落後 都開的都輕鬆的 笑容嘴角揚起 怕這支讓人都輕鬆的 對 的確是啊 擔任第四棒 前面三次的打擊呢 都沒有敲出安打 多少也會有一些些的壓力 特別是在昨天也是共孤 四支禮 但是今天開轟了 第四次的打擊 這支全力打 而且又是在這種關鍵的時刻 而且有一點點的逆風了 這個球是打得太扎實 這一球插夢被捕 打擊的王勝偉遭到的三陣 今天不是四支球就是三陣 這個支球打得真的是沒有話講 相當的扎實啊 恰巴在旁邊看得也當然相當的開心 是